4月2号收盘了 大盘今天走的还行啊 你看三连扬之后 能收出这样一根仿锤线 而且这个锤很小 这是不是就不错啊 并且大盘也今天出现了一个小冲高 回落也没有很多 总之大盘今天这个震荡 这个幅度也不大 不过仍然在缺口上方 这不就是三天能不能回补缺口 在一直考验吗 那明天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 那大盘明天能回补缺口吗 如果不能回补缺口 是不是过了节之后 大盘开始上攻3090 如果能一举拿下 那我们的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来我们看一看盘面的细节 今天糟糕的是在哪呢 就是这个北上资金 你看这个北上资金 连续两个交易日没来 结果来了头一天 就给咱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早盘的时候还好 结果出现回撤 这个就不好了 尤其到下午的时候 还挖了个坑 这是北上资金 因为它也是咱们的风向标 我们风向标一共有两个吗 一个是外资 一个是牛市的起手券商 外资就这样了 我们再看一眼牛市的起手券商 880472 你看牛市的起手券商 今天走的可不好 上午冲高回落 下午是累累 渐心低 尤其两点半之后 挖这个坑 那没有什么必要啊 那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牛市起手券商 之前就挖了个坑 然后弹起来之后 现在刚要往上冲 结果又来了这么一根反包 那位说这个反包线还不算特别大 对 如果这个反包线要特别大 那不就完了吗 看 昨天牛市的起手券商 来了一个跳空高开 今天开始平开 而且冲高回落 那么这种冲高回落 是不是对昨天这个跳空高开 也算是一种反噬 什么是反噬呢 就是昨天跳空高开 实际机构呢 并不认可 大家没发现吗 我在今天早间做早报报 就说过特意的强调了这个券商 当时是这么说的 说昨天券商跳空高开 是由于一只券商板块里的股票 被直接跳空涨平 就是出来就是个一字板 那么一个上午的时候 它的成交量才两个亿 那么我们说它上涨了 直接把这个券商板块带飞起 带飞起之后呢 那券商可没有怎么放量 同时券商板块的上涨 直接把大盘给带飞起 所以大盘昨天走出那个样子 那么券商它可就是两个亿的资金 推了一个个股 打了一个涨停板 而成交量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想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奇葩 这不就是今天早间做早告报说的话吗 说的奇葩就是一只个股 带好了板块 带飞了大盘 这个不靠谱 所以今天大盘出现了这样的走法呢 就是冲高回落 这是不是也理想当然了 那券商板块本身是不是这样 就是由于券商冲高回落 尾盘差点创新低 总算在收盘的时候拉回来了 这还不错 那么大盘 你看跟大盘 是不是大盘也是券商冲高回落 大盘冲高回落 下午的时候 零点半之后 券商创新低 大盘创新低 然后尾盘收起 大盘也拉回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根 叫仿锤线的星线 那么总结一下说的重点 大盘 三连扬 那三天能不能回补 这个跳空缺口 尤为重要 去掉均线 看得更清晰 这个缺口 是不是这位置很尴尬 那位说这有什么尴尬呢 如果大盘将来上冲起来 这就不尴尬了 对不对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对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重中之重 大盘最近呢 从这个底下 2635点 现在一路上涨 八连扬 到过节期间 又来了一个跳空缺口 说的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那么大盘从2635涨到3090附近 现在已经出现两个跳空缺口了 那么这个跳空缺口 还没有回补的时候 现在又来了一个 证明什么 缺口之后一堆大涨 如果在这个缺口 就是现在 大盘在这个位置 3049点上方的时候 那么这个缺口 一旦要是支撑大盘 突破3090点 是不是未来上涨 空间就打开了 这才是重点 另外呢 北上资金 今天虽然说只流出了 但流出的不多 同时北上资金的成交量 也不多 那么再来看 大盘权重指标股 今天出现了分化 而且再看这里 这是什么 这不是涨的和涨跌加速比吗 上涨的股票有2200多家 下跌的是2700多家 但是大跌超过5%的 才100家 110家 是不是很少 也就是今天 别看跌的股票偏多 但是仍然没有一个 主动砸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 这个三连羊 三连羊大盘前进 擅长三连羊 还能收出这个上下影线 仿锤线 是不是能代表 这个三连羊说法很好 这个跳空缺口含义很多 如果明天不能回补 这个跳空缺口 三天没有回补 缺口成立 那大盘向上攻的概率 那非常大 如果一举拿下3090.05 大盘上乘空间 又一次打开 我们的好日子 是不是就来了 那明天呢 也是大盘 咱们过节前的最后一天 那位说 在过节虽然只有四天 只是咱们只成交啊 四天不成交 那么四天 这个期间呢 可能明天呢 开盘会有一定的抛压 因为有人在想啊 他那钱有用 可能提前拿出来呢 去干点别的 包括到别的市场上 去搞一搞 这咱们管不了 但是问题是 他明天就是卖出 把钱拿走 或者不进来 他也就是能影响 明天一个开盘 接下来的走势 我们重点关注 明天大盘 能不能回补缺口 如果不能回补缺口 那我们仍然坚持 这个位置突破3090 上乘空间打开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明天早间呢 我还有早播报 对于大盘来讲 这个早播报啊 显得好像有点鸡肋 但是对于业内的人士讲 明天早播报很好用 因为我们接下来 会把咱们三点半以后 尤其是到明天早晨六点半之前 所有的消息梳理好 把重点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同时还会把隔夜外盘的走势 尤其是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也会跟大家来说 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影响 明天大盘的开盘 开盘甚至明天的走势 是不是喜欢的可以点赞加关注了 那样明天早晨早播报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好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